台东的小米阿贝中毒案 造成12人送医,3个人死亡 目前还有2人在加护病房治疗中 机关事务也公布了最新的检测结果 除了一名死者无法检验 其他11人的血液或尿液 都有验出农药、托福松 而由于阿贝里面的小米 还有倒米臼内残留的小米粉 都验出了高浓度的托福松 是否涉及人为因素 检方正在进行侦办 经过多天救治 相继有7人出院 台东的小米阿败中毒案 至今上有两人持续住院治疗 住院病患家属 守在身旁陪伴 表示母亲病况已有逐渐好转 但全案造成三人死亡 多人送医 如今官方再公布最新的调查进度 其中一名死者没有留存检体 无法送验以外 剩下都有检验 即使浓度高低不一 但从血液或尿液都被验出托福松 跟在十余检体检出的农药相符 甚至经过了解 所有死者解剖后都呈现阳性反应 等于全案12人体内全被发现托福松 一名重症病患家属 跟在台东县长饶庆龄的脸书留言 质疑出现首例个案后 怎么没发现也没通报 要求县府能给说明 券案疑点多 检方的调查也没停下 案件爆发当下 警方就曾通知离世阿嬷的儿子说明 现在阿拜内的小米 以及岛米旧内残留的小米粉 都被剪出高浓度托福松 是否涉及人为因素 检方也分他治案准办 案件真相 尚待调查 但小米史安先引起关注 当地的部落市集 小米产品大幅减少 族人也无奈 认为这次是单一世界 但部落观光却是间接受冲击 记者张明哲 台东台北报道